大家好,我是Chris 那么今天呢 我要带你们去一个 连新加坡人都不一定知道的 看风景的好去处 那么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 那么在出发之前呢 就是先叮咛各位一下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你们 记得去订阅 我会在我的频道呢 就是分享我在新加坡的一些生活大小事 还有对一些人生课题的一些见解 那我们走吧 这次要带大家去看的地方十分的隐蔽 而且有点难找 它位于Ion Orchard的第55楼 Ion的普通电梯只能到达第4楼 可以到达55楼的电梯 就在4楼的艺术走廊旁边 所以首先我们先搭普通电梯到4楼 4楼到了之后转右 然后往左边走 就可以看到艺术走廊 只要看到这个电视显示 Ion Sky 就代表你找对地方啦 接下来就是进电梯去第55楼 电梯门一开 就会看见一家餐厅的招牌 转右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啦 看到了没有 好像来到天堂一样 其实是我相机设定没有设好了 你们等一下哈 这里就是Ion Sky的大厅啦 因为是情人节 所以这里布置得很精致 听工作人员说 平常的开放时间只有到傍晚6点 但因为是情人节期间 所以他们开放到晚上8点 正巧我来的当天 是开放到8点的最后一天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给大家看看这里的景观吧 站在第55楼的高度 能够看到的景色呢 真的是很漂亮 我觉得呢 这里就是布置得非常优先 那如果说我想要 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来放空的话 我还会再来一次 当然如果说是情侣或者是旅客的话呢 想要来这边看看就是 新加坡的一些景色 那我也觉得是挺适合的 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白天的看过啦 来看看夜景吧 一到晚上整个气氛都变了 就连大厅里的布置和摆设 都变得更加的立体 看到那么漂亮的夜景 却也勾起了我深藏在脑海里的梦想 梦的行程是因为背景和遭遇 还有一颗要改善现状的心 无论是整个大环境 无论是整个大环境还是自己的小天地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们似乎都疼怕了 好像已经不记得小时候 然后学走路时 曾经拥有的那一份勇气 的确 没有人知道自己选择的路 是否会通达别有洞天的景象 但可以保证的是 走平常人走过的路 就只能有平常人的成就 不要因为同侪压力 而不敢追梦 也只有世界有救 才值得人去追梦